这场红毯有毒 杨幂惨变55分 尼尼无心关小童集体变老10岁 1月18号 2017年的微博之夜红毯众星云集 零下的天气 大家集体美丽动人 我们一起来观赏一下 蔡依林 156的Jolene输了身高不输气场 这次继续气场女王路线 身着不对称的Lockerla 2018春夏系列高开插长裙 非常照顾身材比例 只是这暗黑的妆容太显老太 脏脏的浓黑眼妆 下垂的脸部肌肉和法令纹 都让太显老十岁 隐约之间似乎看到了那英老师的影子 杨并不输气场 大秘密 这次的状态非常好 好状态更要搭配尊贵礼服 价值60万的Curio的黑白刺绣礼服 用伯爵珠宝点缀 复古优雅 珠宝礼服足够撑起场面 发型上用她最爱的清爽少女封丸子头就足够了 工作室金秋图非常养眼精致 大秘密的好状态也经得住动态考验 可惜这次红毯摄影师不给力 身材比例拍出了55分 刘诗诗 不过 看完刘诗诗这次的镜头比例 杨幂心里大概会平衡很多 165的刘诗诗在红毯摄影师的镜头里 直接变成了150的小矮人 身高全靠身旁的同大为衬托 红毯罩被差比例毁了 但慢慢再留回长发的刘诗诗 这次的礼服选得非常亮眼 在大家都在穿最安全的黑白时 刘诗诗发挥肤白优势 选择了一席淡黄色 George's Chakra 2017春夏礼服 最美的亮点在背后 它大美杯搭配温润的珍珠项链 精致高贵 温婉大气 奶茶 越来越自信的那扎 每一场红毯都美得开挂 精致的像一个芭比娃娃 这次也不例外 这次的礼服选得非常好 这件来自Scared 22,018春夏皮肩 带类似蛋糕裙 既有温柔优雅 又有青春胖腻感 搭配清爽丸子投青春活力 又不失优雅大气感 这次红毯最佳造型之一 Angela Baby 时尚资源开挂 Baby这次穿着高定走红毯 中外闪闪亮亮星空元素的Baby 选了Golo Sebastian 20,018春夏高定蓝色吊带裙 精修图美得像一个仙女 红毯照虽然没有精修图经验 但也非常不错 气定神仙自信秀身材 这个造型也是这次红毯的最佳造型之一 只是这老公黄晓明同款的鞋妹一笑太扣分 妮妮 说完杨米、刘诗诗 那扎这些美元的造型 我们再来聊聊不太理想的 首先就是妮妮 说起妮妮的红毯造型 脑海里浮现的大概都是下图这样的 盘正调顺的妮妮每一场红毯造型都能轻松拿下当晚最佳 但是这次她似乎无心恋战 走起了朴素路线 有多朴素呢 万年不变的竖发 寡淡到像素颜上阵的妆容 相比起杨米六十万礼服 Babby的高定 妮妮这次的Cuxney裙装看起来朴素又亲民 泡泡秀 和夜边裙摆 更像是大妈们穿到海边度假的长裙 被网友吐槽老十岁 也是能理解啦 红毯造型不如工作室精修图的搭配 加上一件复古的格纹西装 更显个性又保暖 关小彤 大概是因为造型实在太丑 关小彤走红毯一脸不高兴 在众小夸独美开挂的情况下 关小彤这次的造型很难得的从头到脚都是槽点 发型脱胎沉闷 大一字领量片段群现肩宽也显老气 被吐槽是孕妇风 皱皱的来不及熨烫的礼服更弹不上精致 脚上银色星形高跟鞋像是从妈妈鞋柜里进来的 如此的造型自然逃不了网友们的毒蛇吐槽 吴欣 吴欣大概是年底比美大赛最踊跃参与的主持人了 但是水准相当不稳定 前脚换了发型被夸恰女学生 后脚就去烫额头发变老十岁给你看 虽然因为过敏皮肤状态不佳 发型显老 但是无心只要穿上高腰长裙 就基本不会出什么大错 不过 佳妮 Packham 2018 Resorts的拨点礼服非常公主 如果状态更好一些 最终呈现的效果会更完美 这场红毯低美 谁才是你心中最佳